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投資者大家好 歡迎收看趙立盤中欠股執行的一個解盤節目 那我們在11點40付出器 在1到5會跟大家來進行直播 當然針對盤式以及未來展望等等 來跟大家進行說明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你可以發現在失誤日的時候 其實是不是應該提早賣國 在上禮拜五 每一季 就每三個月每股就有一次失誤日 那失誤日就是各股跟指數的 期貨跟選擬成全的一個到期 那那個代表只是一個波動大 我想上禮拜五已經經過了 那我只是跟大家報告 其實這段時間以來 其實我們剛剛講的就是說 其實你的持股不管你是要做多 或者是不管你要做空 以目前來講的話 你都要維持在相對比較低的持股比重 你不要持股比重太高 因為基本上在這個地方 當然你假如說要說多 我可以說蠻多的正面的 那你要說負面的當然也很多 可是以目前來看我們進行 不管是從利率的研判 通膨的研判 跟企業財報等等 以及未來景氣的看法 以及未來的展望等等 短時間這個地方來講 其實它就進行一個大箱型的整理 既然在大箱型 我想指數當然就不容易過前波高 跟跌破前波低 那就屬於個別股的一個表現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當然屬於個別股的表現的時候 其實是說沒有人這麼厲害 一買就一定大漲了 我想這個其實大家都知道 以目前的盤勢來講的話 其實你要把風險控制住 風險一定要控制住 不能說經過一段的跌 比如說跌了1000點 跌了2000點 你就畢業了 或者是說你放空的 被嘎了1000點 你也畢業了 我想超速股票長長求求 一定要在相對盤勢不穩 灰心量比較多的時候 控制好自己的一個持股比重 那當然你控制好持股比重 我想你可以用一點的時間 只要大環境還沒有太大的變化的同時 我想你可以 就是我們的看法還沒改變之前 我想可以給它一些的時間 股票不會永遠都在跌 股票也不會永遠都在漲 那只是有時候這一段 剛好流行什麼股票 什麼類股 然後它就出現了 相對最近比較強勢的一個表現 所以大盤不穩的時候 資金要放在哪裡 比較安心 是你比較安心的 當然前提就是你控制好持股比重 好 那當然我們來看 不管是CPI-PPI 這個之前跟大家報過 我想我就不再多做說明 升息目前大家關心的 就是禮拜四凌晨2點的 Fade的升息 到底是2碼3碼或4碼 那以目前來講到其實升息 從今年1月份升到7月份 總共升了大概10碼 大概升了10碼 那預期9月22號應該是升息3碼 我想為什麼會升息3碼 我想這部分已經都跟大家講過了 我之後不再重複 那CPI-PPI的部分 好 那你看一下 我們這個有抓幾個時間 9月14號的時候 升息3碼的機會是62% 9月15號的時候 升息3碼的機會72% 大家有沒有發現 越來越高 16號到今天 到昨天3碼80% 到今天的11點3碼82% 你說市場預期是這樣 當預期是這樣的時候 結果是這樣的時候 其實說真的 你覺得會怎樣 你覺得會怎樣 我想有些人當然會覺得 或許會4碼或許會3碼 可是我想以Fade的主席等等這些來講 我想還是以3碼為主啦 他不會讓市場驚訝 他真的要再讓市場驚訝 兩碼跟4碼 大家都會非常驚訝 基本上聯署文會 應該是不會笨到再去做這樣的情形 因為他的威信已經不多了啦 威信不多了 從去年 那時候下半年跟大家講通膨 沒什麼通膨 那控制得住 結果到今年通膨標成這樣 假如他這樣亂搞下去 我相信他的威信大概掃地了 所以這一次來看 我想基本上來講就是以3碼為主好 那假如是3碼的狀況之下 其實當然你可以看到 今天的台股的部分成交量 又大概剩1500億附近 以目前的預估量來講 又比昨天來得小 昨天已經創了兩年多的新低 1600多億 大概1630億 那現在大家都在觀望 大家都在觀望 觀望短時間的觀望 當然也是一件事情啦 一件操作的事情 因為你不可能天天最高殺地 你不可能 除非你是做極短線的人 不然你也不可能這樣天天操作啦 當沖隔日沖 弄到自己累的要死 我想也不需要這樣做啦 確實也不需要做 那當然這樣說 其實你就可以明白的發現 我想這部分都之前跟大家講過 費的在禮拜四 凌晨2點要公布 那當然大家在等待 那假如是3嘛 我相信這個指數來講的話 會出現反彈的一個走勢啦 短線上 應該最少會往一萬四千八百 八百五十點附近 就是這個地方 我覺得啦 最少 那當然有挑戰萬五的水準 基本上來講 也有挑戰萬五 甚至於萬五以上的一個機會 我想這部分都是有的 那後面就是必須觀察企業財報的部分 我想這部分來跟大家講 升級三馬 短線上會反彈 那另外一個大家看到 新台幣貶值又貶了 又貶了 那當然大家會害怕 可是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然後美元指數最近沒有過高 大概兩個禮拜前的高點 沒有過啦 沒有過 那沒有過的狀況之下 我想新台幣你要再叫它 獨自這樣大幅的升值 連續未來這些難啦 我覺得難 所以新台幣 美元指數只要 只要這個地方穩 其實新台幣大概就穩了 新台幣穩了 大概指數就穩了 大概就這樣的一個情形啦 所以支撐基本上 除非有意外 鮑爾升四馬 鮑爾升四馬 那當然就不一樣 而一次三九七就會被跌破 那假如如同我們的預期升三馬 那我想最少應該是有機會像這個地方 甚至一萬五千點 甚至更高點來做挑戰 No.1萬五千點更上面來做挑戰 這一部分它就必須搭配企業的財報以及賞望 那目前來講大概就是 量縮個別股的一個表現 那這個是大同 我跟大家報告過 這個爆量的時候都是四烏日 這地方爆量四烏日有反彈 這地方跌了一大段之後 爆量四烏日爆量 也出現強烈的反彈 那這個地方 以過去的前兩次來做觀察 基本上來講 聰明的你應該也知道 應該會有反彈的一個機會 搭配廢的升級三馬的一個利空鈍化 那這一股的部分來講 我想跟大家報告一下 其實今年以來的股票 我都跟大家講過 今年以來股票真的都是漲那種 今年之前沒有漲到的 今年的操作的我舉真的是這樣子 就是說漲 第一個鎖定籌碼安定的 然後有題材性的 然後你說獲利相對上來講比較好的 那之前沒有漲到 其實你應該是說這一波的股票 我們應該這樣來講 我們不要說它非常投機 可是今年 就是現在最近這幾個月的股票 相對在操作面而言 它是投機的 它是真的投機的 那 所以我才說在投機的狀況之下 那操作上來講有些個股 你當然要嚴格去執行停損跟停利 那有些股票 對不對 那我們沒有連跌 而是說其實我就說過 其實像連跌這種 就是 今年的股票有兩個現象 一個就是漲 今年以前沒漲到的 籌碼安定的 有一些業績題材性的 那第二個來講的話 除了這個之外 就是第二個 很多的股票真的比較投機 有的甚至沒有獲利 或者獲利一點點 只要轉虧 股價可以炒翻天 這個就是前面 今年之前沒有漲到 第二個來講的話 就是第一個 就是比較投機 比較籌碼面的問題 然後第二個來講的話 就是今年的股票的高點 跟過去真的不太一樣 我跟他報告在券商 頭顧 券商的頭顧 當過副總員 真的當了滿久 在券商大概快30年 30年之前 大概是快30年的經驗 真的很少看到 今年是真的比較掉 就是 今年的股價領先 基本面 領先營收 我們就講營收就好了 真的可以領先一年 過去來講很少這樣子 你自己去看 大家懂得 你自己大部分的股票 不會是這樣子 領先三個月或六個月 這個我相信 因為我們的研究大概 可是可以領先一年 這什麼概念 一年就已經領先反應了 就是我的營收還在創高 結果一年前 我的營收有可能還在創高 到現在到上個月 結果我的股價是在一年前就見高了 你說這個真的是 今年是一個 就有一點顛覆過去一些的想法 那當然他還是會慢慢的回歸到正常 他還是會回歸到偏離太遠 他會回歸到正常的一個角度 好來 那比如說 我來跟大家講好了 你比如說像特斯拉的相關 電動車的相關好了 或者是 我們講燃油車好 就汽車相關這樣比較簡單 也不要講電動車啦 就汽車相關 對不對 疫情過後 對不對 不管 Tesla等等這些來 Tesla跟最近漲的股票 有什麼太多關係 你知道跟東洋有關係嗎 沒有吧 跟鄭新倫他有關係嗎 沒有吧 對不對 好來我只是要講一個概念 就是說你看一下 車用的不是 所以常常股票有時候 一兩年了 三年就會變換一次 它的一個上漲的邏輯等等 可是不會變的是什麼 不會變的是真的未來展望好 未來營收獲利真的好呢 好我相信它是不會變的 未來產業它是非常好的 我相信整理完修正它還是會上去 這個是不會變的 可是這當中來講 有些是會變的 你比如說疫情完之後 你可以看到 漲的是什麼 那時候真的漲電動車 我打個幾個股票 讓你看 康普美其貿連 我打康普讓大家看好了 對不對 你看一下疫情前 對不對 疫情前的時候我看一下 好疫情之後啦 疫情過後 疫情過後 你可以看到 疫情後 疫情的時候是在什麼地方 你看一下我讓大家看 疫情2020年3月 跌到這邊的時候 大概還權 大概30塊 漲到172塊 你看漲多少 漲非常多吧 真的漲非常多 真的漲非常多 好 漲非常多之後 漲到什麼時候 你可以看到 漲到去年底的時候 股價就不漲了 這個是在什麼時候 2021年10月29號 30號 11月1號 就大概去年11月初 10月底11月初的時候 你看到現在 真的都沒漲 好 這個是電動車做電池燃料的 然後結果呢 你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我要跟大家講的就是 你看一下 就是從這邊 漲到這邊 漲到去年 好 9月份的時候 你看一下 到現在沒有漲 然後現在漲 你看一下 你看像這種東洋 對不對 都沒什麼漲的 沒什麼漲的 結果今年呢 從幾月 你看一下 今年大概從5月份 開始起漲 也從30幾塊 漲到有幾塊 也大概漲了快一倍 不到一倍啦 可是你可以看到 大盤是這樣子 大盤是這樣 這種股票是這樣子 大家懂我的意思 1524你看一下 對不對 梗頂1522的 對不對 這個是之前都沒漲到 真的其實 從疫情跌到這邊 它起漲起來 相對低耶 你看籌碼是安定 所以大家有沒有發現 電動車或 其實應該這樣講 他們都是做一個輪動的 輪動的一個情形 所以漲上去之後 有些籌碼面相對上來講 就比較凌亂的 或者是它漲上去之後 評價高了 那這個地方 它就輪到其他評價比較低的 有題材性的 所以你看一下 你像今年來講 6279的狐野 對不對 就換漲這些股票 有沒有 從今年5月 大概90幾塊 漲到180 也是漲一倍啊 就這樣子啊 就真的是這樣子 也漲一倍啊 然後你看一下 你比如說 東陽剛剛看到了 建林啊 維生啊 核大 你看一下核大 對不對 也是57塊漲到100塊 大概漲了7、8成吧 就這樣子 你看跌翻了 然後就漲上來 當然有一些的轉機啊 2231的維生 有沒有 2228的 我跟你講連振興都在漲 所以你看一下 就是說其實你會發現 它就是真的是一個輪動的啦 它是一個輪動 它是今年的特色 真的是這樣子啦 就是 相對上來講 就是在今年之前沒有漲到的 位階低的 籌碼安定的 營收獲利有成長的 那你說這些股票能不能在非常大 它是一個成長型的股票嗎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因為很多的 汽車零組件的部分其實說真的 因為匯兌的收益 所以這些股票 現在操作還相對上來講 有些還算OK 可是當新來幣真的出現大幅升值的時候 當然不可能一直扁 當萬一新來幣穩住了 往回走 就是往下開始升值的時候 那這些的股票 假如升值越大 有可能匯兌的收益會減少 甚至於產生匯兌的損失 所以操作這些來講 就是操作一般傳統的 汽車零組件的部分 你一定必須觀察 稍微觀察一下 新台幣 我想大概這樣 東洋是算OK的啦 東洋算相對上來講 股價來講當然 它是比較這樣 比較扭捏 比較扭捏 可是至少在投信的部分來講 大概之前有賣 然後最近又有買 那相對上來講 那停損停歷設定 我覺得相對上來講 還是比較OK的啦 那另外的部分來講 生計的部分 你看6416的 之前是漲誰 4743啊 4128啊 6446對不對 那現在換漲誰 6461 異德 因為有新聞 你看一下 最近異德也漲很兇 因為題材性 所以也從大概18塊20塊 漲到最高也漲了一倍 然後拉回來整理 今天 在利多的加力之下 又長 那寶瑞 你看6472的寶瑞 其實 6472你看一下 也是 最近也漲一段 那今天的股價來講也漲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升級股 它不會熄火 它只是個股當中 它進行輪動 它只是個股當中進行輪動 所以有些你像那個 東洋的部分 它也說它那個疫苗的部分 它認為 今年流感的疫情會比較嚴重 所以這種這些都是有機會的啦 那只是說等到 流感這個等到9月份營收公布 應該會比市場預期來得好 我想股價應該 就會有上工的一個機會 因為生技股的部分 其實它是一個輪動的一個架構啦 你看今天美食休息完之後 今天又拉起來 179的美食的部分 所以生技股當然你也可以 就是部位不用重 你大概裡面你可以持有 整體部位的0.5層或1層 我想相對上來講 就1層附近 1層 相對上來講是OK的 好 那選擇至少未來有EPS 至少未來是有EPS 然後並且第三季 第四季 是進入傳統的旺季 我想這一塊來講相對會是比較好 那另外電子股的部分 我跟大家報告喔 顯卡的部分來講 你可以看到 其實我不是叫大家買顯卡 而是我跟大家講一個邏輯 其實顯卡的部分 你可以看一下技嘉或者是維新 其實這些股票說真的 都已經漲上來了 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其實很多的利空淬煉 不管是比特幣的大跌 不管是NBPC的銷售量的下滑 等等等 不管 好 那你可以看到 股價就慢慢的漲起來 你看維新的部分 也從90塊漲到了大概接近120幾塊 也漲了大概30 40塊的一個水準 好 那當然是以投信在買 那我要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當然我不是教導 而是說其實有些電子業說真的慢慢的 真的會有機會見到股底 就是說股價會比股底來得快足底之後慢慢的往上 基本上不太會同時 就是同一天到底不太可能 就是有可能會提前一季或者是提前一兩個月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媒體不是有寫 這些所謂的一個主板 或主席板 或板卡的利多 可是這種你不要去追 你看一下 你比如說像維新 投進的部分這兩天在賣了 這兩天在賣 我只是跟大家講很多的股票 電子股有些股票 它會慢慢的一個一個接著上 你像之前的面板的部分 我不是叫大家買面板 這個面板應該短線商來講 有可能拉回的壓力會比較大 因為你等券 農券借券不完 只是我的意思說你看 都是在幾乎大家最恐慌的時候 最害怕的時候把股票賣掉 然後之後它自然而然就打出底部 慢慢的就上來 好 面板也一樣 那顯卡的部分也一萬 那現在其實電子業有 我跟大家報告 電子業有一點點 就是整個狀況慢慢 鼓底似乎在未來的這一兩季 是有機會看到的 之前是大家非常 我記不記得之前我跟大家講過一句話 去年是Overbooking 怕搶不到貨 所以進了一堆貨 今年下半年的時候 有的不到下半年 有的上半年或去年底 就要清庫存了 等到今年接近下半年的時候 大家拚命清庫存 我跟大家報告用力過猛 清庫存清快一點 其實庫存低了之後 拉或動人就會回來 現在看到電子業 似乎有一點點 有這樣的情形發生了 有一點點情形發生 你比如說像記憶體好了 當然我不是叫大家現在去買記憶體 而是說你看一下 第一體是不是真的會庫存區化 以目前來講市場的預期 庫存區化有可能明年第一季就會完成 現在第三季 對不對 那假如明年第一季完成 那基本上來講 今年底 今年底應該有機會看到記憶體 所以慢慢開始已經 不太可能說到年底才反彈 我的意思說就會開始已經慢慢的足出底部 然後開始慢慢的往上來震盪走高 因為它合約價的部分來講的話 跌幅已經開始收斂 那明年第一季的跌幅應該有 當跌幅收斂的時候它是一件好事 它是好事 就像面板的報價跌幅收斂的時候 當現金成本 當現金價已經跌破它的一個成本價的時候 我想 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它會慢慢的足底 因為利空已經稍微的淡化了 那等到報價真的反彈的時候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股價就上去了 那你要觀察什麼 合約價太慢 你要觀察現貨價 並且我跟大家報告 假如這些會上來的話 其實你威剛是模組廠 當然南亞科 茂達跟群聯等等 那當然以茂達為主 所以你可以看到 因為茂達是以DDR5為主 DDR5 就是以DDR5為主 因為DDR5未來會慢慢的佔據 DDR4的一些的市佔 就是 所以假如說真的要佈局 可是當然不是叫大家現在去買 不是啦 因為這個還在足底的過程 還在打底的過程 那你就多花一些 只是我要跟大家講的 當這個東西慢慢的 越來越多的電子業 在未來這一季 第四季 甚至於明年第一季 真的可以看到谷底 去化庫存陸續的結束 我想之後你就會看到電子股 浴火鳳凰 我想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跟大家進行說明 跌生的總是會反彈 那整個產業總是有循環 我想跟大家說明一下 所以在也不用過度悲觀 其實我覺得操作廠來講 空腳持固也不要過度悲觀 那當然我們有一般會員 特別會員等等 或者清待會員 那當然最當中來講到 有可能特別會員的部分來講 有一些高價位的個股等等 那清待會員當然我們會 所謂的一個親自的一個通知 不管是我們的助理等等 為代金代出等等 所以你在目前來講 我想也是一個換股的時機 假如你持股比例真的太高 我想你現在應該真的要換股 或者是說趁現在 未來這一段時間的一個反彈 有些因為短線上觸底之後的一個反彈 該怎麼去換股 該怎麼去閒碼股票 該把自己的持股的乘數 控制在哪邊 我想都是非常的一個重要 都是非常的一個重要 那短線上 因為量已經縮成這樣 大盤也經過千年的回檔了 除非FED真的升息超過三馬以上 不然的話 這個盤是其實反彈的機會 就短線上而言 它是非常大的 所以剛好讓大家以股換股 或者是尋找一些 或者是你馮高 你持股比較高的 要做減碼的 或者是你的持股非常低 甚至於空手的 這個地方想要佈局股票的 我想都可以打電話 到公司來做諮詢 那最後祝各位投資人操作順利 謝謝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慎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每次大跌都是財富 重新分配的機會 把握超跌的便宜價格 讓我帶你買進 不要等到漲上去之後 再來墜價 請點擊影片下方連結 留下您的資料 或直接來電諮詢 有專人為您服務